字幕提供 角色简介 这次登场的角色很多 但其实不需要一一特别去介绍 因为本片一开始 阿曼达瓦雷 就会用简报的方式 将所有角色介绍给大家知道 所以不论是这些坏坏们 也可以陆细看得很开心哦 当然如果想要更了解这些角色 也可以在网路寻找一些相关的角色介绍 可以增加角色的厚度 以及了解其相关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阿曼达瓦雷 美国政府为了控管超人类 而成立的秘密部门 而她就是自杀突击队的总招 以没接触过的朋友们来说 应该会很纳闷 这位大妈你哪位啊 但其实 这大妈对付坏人真的有她的一套 如果说坏人为了达到目的 会不择手段 那她还加码无所不用其极的技能 她擅长抓住每个人的弱点 然后威胁她 让每个人都成为她的筹码 就连对付职场同事也不例外 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比坏人还要更加的冷酷 无情 卑鄙 阴险 坏人们被她玩在手心上 也被她踩在脚底下 就知道这大妈的手段 超高啊 毕竟要一次把这群大坏蛋 集体带出监狱 并且要让这些大坏蛋乖乖听话 没有一个够力的人物去压制 是不可能办到第一 死亡射手 是蝙蝠侠的对手之一 金铜枪械 是一位号称百发百中的职业杀手 配备高科技的射击装置 聪明又冷静的她 很快就能进入任何状况 算是坏蛋中的隐藏小队长了 她的心境转变与决定 足以影响整个任务的成功与否 虽然对猎物冷酷无情 但是她是一个有原则的坏人 也非常伤害她的女儿 也可以在她身上的细节处 发现一些经文与装饰 就可以知道她内心深处 还是有信仰 背负罪恶感 却又想赎罪的心情 毕竟要演出动作戏的打斗 又要诠释复杂混乱的内心情感 这么有深度的角色 由能闻能武的威尔史密斯来诠释 真的太适合了 看看她在《我是传奇》中 与狗生理识别的桥段 就可以知道 史射这个角色 只是小菜一碟罢了 而巧妙的是 2007年的《我是传奇》中 也有埋了一颗 超人对蝙蝠侠的彩蛋哦 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 小丑女原本是精神科医生 负责治疗小丑 但过程中爱上小丑 两人一起谋杀了罗宾 她为了小丑 甘愿放弃一切 小丑女可以说是 本作最亮点也不为过 因为马格罗比 真的把小丑女演活了 风天中带点可爱 冷酷中又带着性感 当你以为她是神经病时 必要时她却又比一般的 还要冷静于果断 到底是真风还是假风呢 带人寻味又难以捉摸 是一位非常讨喜的角色 以为眼线轰动的程度来说 小丑女的独立电影 也非常有可能会在日后拍摄哦 魅惑女巫被远古邪恶女巫附身的女性 使用神秘的黑色魔法 穿着阿曼达华勒 手上能力最强的筹码 验魔过去是斑派的坏蛋 全身刺青 可以控制火焰 但却因为情绪与火焰失控 而酿下了大祸 于是自首 并且封闭自己 在故事后会有惊人之觉哦 至于神鬼 这个角色是一个爆点 然后他就 去看就知道了 故事简介 故事主流很单纯 时间点发生在蝙蝠侠对超人的事件后 超人因于毁灭日同归余境 这集中暂时是死亡的状态 没看过这部作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会少了一些乐趣与共鸣 因为这里面的坏蛋们 很多都是被蝙蝠侠抓进来的 而政府官员华乐大妈意识到 超人类有可能在未来对社会造成威胁 所以为了防范于未然 才成立这支自杀突击队 这故事简单的说 就是让坏人之间去互相残杀 无论任务成功与否 反正死的都是坏人 以毒攻毒 然后政府就可以坐享云庸之地啦 就算是计划失败 也可以将一切责任推给这些坏人 真的是好棒棒的计划 但毕竟这些坏人 都不是省油的灯 对于政府的小把戏 当然也看在眼里 究竟政府的任务是否能成功 坏人之间又会产生什么有趣的互动 小丑与蝙蝠侠 又会在剧情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是会发展出更多 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呢 这部分就留给观众 自行到电影院中欣赏吧 而本片最大的亮点都是在这些坏坏门身上 他们有趣的逻辑与思维 充满黑色幽默的行为举止 各式特色的打斗招式 甚至最后的剧情转折与爆点也都是在角色上 从出任务的那一刻开始 可以用脱缰野马来形容角色的心境与故事的节奏 打打闹闹直冲结局的爽片 当然导演给我们的不只是以暴制暴的动作戏 途中也穿插了主要角色的心境转折 让人也会真的想要关心这群坏坏们 毕竟好人救了一只猫 就是英雄 可以轻易受到观众的爱戴 但想成为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是一个很难的课题 一方面要展现出坏坏的嫁恶之处 一方面还要坏到能够吸引观众 这点在诠释上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导演反倒了 他让本该遭受到人能唾弃的坏家伙们 显露出一丝丝的人性与同伴之间的意气 会产生出一时的英雄气息 当然一开始坏人为了减刑 而加入自杀突击队 但也因为彼此经历了生死关头 进而产生出革命情感 愿意替同伴两肋插刀甚至牺牲 这也让这部电影更加感性 对于已经失去一切的坏人们而言 那一刻自由与金钱都不重要 团队之间的合作才是最重要的 坏人习坏人也成为本片最大看点 本电影虽然有一些潮点 但其实也还好 因为看坏人死坏 其实蛮疏压的 没有像是英雄片那样有许多的顾虑 比较想吐槽的是 最后决战的地方 坏人出招时太威 但死亡的时候太瞎 有点可惜 所以建议大家把焦点放在角色上吧 本片的环境设定与气氛营造也不错 有好几幕都有让人身处在 惡灵古堡的氛围中 残破的街道中 都可以感受到诡诀的死亡气息 随时都会碰上未知的怪物 进入大楼时与车站中 都非常有电玩的感觉 尤其是死射 你根本就已经破关拿到无限弹药了吧 一整个超威的 好啦 最后非常推荐给喜欢看动作爽片的朋友们去看 精彩的动作场面 丰富的坏人总会也可以当成暗黑版的正义联盟来看 绝对是周末包米花的首选强片哦 总之这部电影就是 各路怪他爱死坏 坏人齐举来作恶 恶人过招比谁凶 凶猛恶煞自杀对得 超狂动作电影啊 我是呼许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比较无法理解的一幕是 在大雨中 小丑女拿下项链并且丢弃的那一幕 让我不太能理解她那时的心境 知道的朋友 可以留言告知一下哦 好 开始哦 各式特色的打字 尤其是死事 你根本就 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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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